泰国7-11终极指南 台湾口味 大家有看到这个吗 7-101 前方的这个虾脚 整粒的虾子在里面 这个绝对要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在泰国的Kimi 现在在的地方是 泰国的 海泰啊 现在身后是 泰国最大最大的7-11旗舰店 今天就要开箱 我在泰国很常在7-11 人回购的东西有哪些 我们就出发喽 这里面超像一个小型的 shopping mall 然后它还有机器人 会在你头上晃来晃去 那我先从饼干开始 就是乐视饼干 最喜欢的就是 这个二合一 然后其实它二合一 有蛮多口味的 然后我还很喜欢 一种就是它是波浪形状的 长得像这样子 热视的普通口味 我还喜欢这个 海苔口味 绿色包装的 算是我最爱的经典口味 海苔 很赞 接下来呢 是这个玉米饼干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吃过那个 台湾的玉米棒 这样子 长长的 然后这个的 它是切成一个 长方形小小的这样子 然后它的那个玉米味很浓厚 我觉得很好吃 这个呢 它有点像是 那种骨片变麦饼干 就是它是这个形状 然后它吃起来就有那种玉米香味 然后它其实有很多种口味 有四种 我最喜欢的是原味的 然后有烤肉味 还有烤龙虾口味 跟黑胡家的鸡肉口味 然后它有大包跟小包 小包的还蛮小的 而且很便宜 就才10泰铢 大家就也可以试试看 我发现了一个新口味 台湾口味 大家有看到这个吗 台北101 天哪好感动哦 这边还写一个 Inspired by 台湾 很兴奋耶 天哪 买 用泰铢把它下架 -你想要试一下吗 - Yes 这包是45泰铢 忘记分享 再来下一包饼干是这个 叫做Kong Keng 然后它呢是很泰式 传统的一种饼干 它的味道有点像是 焦糖 裹一层焦糖在外面 然后吃起来是有点黑胡椒的味道 所以你吃起来就有甜甜 又有咸咸的 超级推荐你们要吃 这个也是我超爱的 有五种口味 然后一包都是二十泰铢 这个是牛奶口味 这个呢是焦糖口味 这个是巧克力香蕉 薄饼口味 然后这个呢是日式的奶油饼的口味 然后这个是我最爱的口味 再 再来是这个 不是Porky 是Porky 隔壁的这个 故立果 故立果 其实这个也很好吃哦 它的那个饼干就跟它包装上一样 然后它是有点夹心饼干的感觉 然后它那个夹心很饱满 而且味道很浓厚 之前有一年啊 它有出那个珍珠奶茶的口味 天哪那口味超浓超好吃的 然后现在有的口味就是有这个巧克力 然后跟北海道香巧牛奶口味 然后这样子一个是十泰铢 小包装呢十泰铢 大包装是二十五泰铢 大家这个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我也超爱 下一个要推荐的呢是 这个品牌呢它就叫啊 这个我姐超爱吃的 每次我从泰国回台湾的时候 她一定都会叫我帮她买这个 它是Indonesia来的 它是做成那个起司棒 然后里面塞满满满的起司 然后它的起司是有点甜起司 它这样一根呢 它是五泰铢 那通常它也有卖一整盒的 我目前是只有吃过起司口味 我巧克力口味还没有试过 这个巧克力口味 所以你想推荐这个 我还没有看到你 哦对对对对对 我还想要推荐这个 鱿鱼饼干 然后它就跟这个封面长的一样 圆圆的 吃起来它的味道就跟 日式章鱼烧很像 然后这样子一包呢是二十泰铢 买 哦我发现它有玉米口味 哦玉米的比较大根 玉米的六泰铢 这是他们的大小差别 全部都买 饼干介绍完了 我们就来介绍主食 首先呢 鸡线在我头上 这个高度是我跳起来会被打到的那种 这个绝对是第一名要买的 打抛猪肉饭 吃起来它的饭啊 是我觉得它软硬度适中 然后它的那个肉啊 有点辣 然后一份才四十五泰铢 它除了猪肉之外 它还有鸡肉的 最后一个打抛鸡肉被买走了 刚才打抛鸡肉呢 它是最后一份 然后被泰国弟弟买走了 非常胖 刚第一名就是打抛猪 我的第二名呢是 这个炒龟条 这个超好吃的大家 它吃起来是有点软软的口感 味道啊跟外面煮的十分相似 就是咸度差到好处 这个很推荐大家买 然后它除了这个干的 还有湿的 像是烩饭的那种 那这个的话就是四十七泰铢 分量都很多 也推荐大家试试看 再来我的第三名 我知道这 这个饭啊它是糯米饭 然后配上烤鸡 然后它这个烤鸡啊 一定要配那个蘸酱 哦蘸 推荐 然后刚刚推荐大家的那个米汉堡啊 就是这个 它是母病 泰式的烤猪肉串 然后再加上糯米饭 上下两层都是糯米饭 层后一层哦 然后中间这个包烤猪肉 然后变成一个米汉堡 这个也超好吃的 它会越嚼越香 为什么也是 还有这个包烤猪肉串 还有老尸 看起来很不起眼哦 但它超好吃的 它各种口味都很好吃 然后这样一份是二十泰铢 这个佐婉珍总共有四种口味 这个它是日式蒸蛋 meine 猪肉口味 激肉口味的 这个呢是经典的原味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 乳糖心蛋 然后它里面会有两颗 跟大家说超好吃 就是你在Seven这边加热之后啊 它就是很刚好的伴手 然后非常入味 非常好吃 前方的这个虾脚呢 长得像烧麦的 这个也超好吃的哦 整粒的虾子在里面 蘸酱是比较偏酸的 吃起来有点像醋的感觉 再来是这个 42泰铢的虾子烧麦 然后它里面会有两串 它这个吃起来是像烧麦的感觉 还有还有还有这个 它的肉啊非常的juicy又嫩 就跟千千粗的那个嫩脂胸肉一样好吃 那我最喜欢的口味它是 黑胡椒蒜头口味就是这个 再来就是大家来泰国一定会必买的 瑞雅吐司对不对 我自己啦最爱吃的口味是银鱼的 这个 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推荐大家试试看 虎恩呢推荐最经典一定要吃ham&cheese 然后呢还有一个口味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 登登 香兰头味耶 香兰热鸭面包 哦 虎恩发现了一个东西 纯粹喝耶 从台湾来的纯粹喝 前几年很夯 不管哪一间seven都被抢光耶 啊现在就很多seven都有了 接着来推荐甜点类的 我发现我有好多东西还没有推荐给大家 烤芭蕉 然后上面淋的是 椰糖 因为它芭蕉呢它就是有带一点那种Q度 然后还有一点酸度 所以它吃起来就有酸酸 然后又有那个椰糖的那个甜味 好吃 还有这个卡士达泡芙 牛奶口味 然后跟香草口味的 然后呢它就跟这个包装的上面长得一模一样 它内馅很饱满 摇起来就是有甜甜的奶香 这我超爱吃的 香囊鸡蛋糕 有点像是麻吉配合鸡蛋糕的口感 然后咬起来还带点那个香蓝的味道 这个我超爱 然后还有这个椰奶果冻 然后还有很浓的椰奶味 然后它吃起来跟果冻一模一样 就是那种像蒟蒻的感觉 里面呢它的造型弄得很可爱 它就是弄得像小鸭子 蛋黄做成的甜点 以前皇室在吃的甜点 它就是蛋黄然后再加上糖一起做成的 然后再捏成不同的形状 推荐大家试试看 它叫做怀铜 那接着我还要去找一个我很喜欢吃的面包 这个绝对要买 然后这样子一个才施太鸡 然后它香蕉非常浓郁 然后它吃起来是那种滋润感的那种蛋糕 非常推荐 我给大家看其他口味 橘子口味 然后草莓口味 还有蓝莓口味 然后这三个口味啊 里面是都有包那个鲜料的 巧克力的跟巧克力香蕉的 然后还有这个长得像这样 它蛮多种口味 大概五到六种 这个是蟹肉口味 然后我也是最喜欢它的鲑鱼口味 它就是三明治嘛 然后中间夹成是鲑鱼 然后跟美乃滋合在一起 不是鲑鱼 我的鲑鱼卖光 鲑鱼真的很好吃 推荐大家可以吃吃看 再来跟大家推荐泰国的银皮 这个超好喝 每天早上呢 我就是一个巧克力牛奶 配一个香蕉蛋糕 就这样 讚 哦还有一个这个 泰国的养肋多的感觉 喝起来就是养肋多的味道 很好喝 我都买一整大罐 然后每天早上喝 帮助肠胃蠕动 这家的旗舰店 Seven旗舰店 它有十二冰 一个是可口可乐 一个是巧克力 一个是巧克力分达 两个还大折 42 哦还有一个我还蛮常喝的饮料 长得像这样子 泰国的蛮牛 真的是超有精神的 有时候我是累到一个不行 喝一小罐我是完全不用睡 就是会觉得很很抗愤这样 但不要常喝 还有一个 这个 维他蜜C水 然后这罐我也蛮常喝的 140ml 16泰铸 不多补充维他蜜C 每天让你休息休 像这罐它就是有 微微的那种 柠檬维他蜜C的那种味道 如果大家喜欢喝奶茶有没有 它还有奶茶的 奶茶味 再来我们要推薦什么 大家有发现这边的饮料 都没有酒类的饮品 小朋友在小学 通常是在热门部 现在也有什么 因为你不能喝喝喝喝喝喝喝 相这家旗舰店 他旁边是很靠近学校 所以这家的 Seven 他就不会有酒柜 然后还有一点是 在泰国的加油站 他不会有饮料 因为你不能 喝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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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來是在泰國他有買酒限定的時間 這個問他最清楚 我不知道我沒有喝酒 嗯? 你可以買吧? 嗯 11-2pm 12-2pm 不,我真實在 我真實在 裝不知道買酒的時間 他這個比誰都還清楚好嗎? 要在那邊裝 在那邊裝 接下來呢,給普恩介紹他最最最最最愛的區域 冰淇淋 他對於冰淇淋的熱愛程度呢 是早餐、午餐、晚餐這種正餐時間 是可以把冰淇淋拿來當正餐的 我認為你還在喝冰淇淋嗎? 我喝冰淇淋 我喝冰淇淋 哈哈哈哈 他怎麼聽懂了 他怎麼聽懂了 你只推薦他用這樣 哈哈 他怎麼聽懂了 我喜歡這個口味 美露冰淇淋 這個巧克力我也很喜歡 像堅果巧克力的味道 Kicke的白巧克力口味 超好吃的 香草巧克力 他就是外層是巧克力 然後裡面是香腸 這個Oreo口味 自然 Seven有榴槤冰淇淋 但我沒有吃過耶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 而且這家Seven 他是全泰國最大的旗艦店 他還有餓了咯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 吃我們剛剛買的東西 這杯想推薦給大家 就是他是American Youth Food 算是美式咖啡 加上柚子 超好喝 他是同時帶咖啡香 又帶有柚香的飲品 覺得他的甜度大概 五分甜 這集呢算是泰國Seven Eleven 終極指南 好吃的好喝的 都通通推薦給大家 以上的哪一個 是你也很喜歡吃 或是想要試試看的呢 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喔 那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Kimi握手 下期待六見囉 掰掰 掰掰 你剛剛就把他壓住Seven Eleven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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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 對 其實 看おい